- 嘿嘿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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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各位朋友,歡迎回到我的頻道! - 看大家看到這影片的時候,應該是處於新春佳節時期的,先給大家拜個年, - 為他新春佳節愉快和他團圓大起大力! - 希望新的一年呢,各位都相對於自己過去幾年的發展或經歷來講,有一個更大的進步! - 我覺得平安健康就已經很好了! - 沒更新的,是因為早陣子羊啊,所以陪鄭大光明脫耕一下! - 沒有啦,其實本來我想要在這段時間內發的一條影片,是關於最近跨年的時候收到的一些品牌禮品, - 就自己購物的一些分享,但是一個是因為羊的關係,再一個就是現在還在清關, - 因為跨年嘛,可能會忽略上一些耽擱,所以就遲了一些,那下一期再分享! -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,就最近難得也有品牌在這一個時間點,繼續推出新品啊! - 也就是我們老朋友不負工業了! -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款,算是舊款包款的一個迭代版本,那就是這一款, - 彩蛋專家的第三代,今天各位淺淺聊一下! - OK,那麼這一次推出的彩蛋3呢,一共有四個顏色啊! - 常規版,還是跟上一次推出的鑰匙黑和電影綠一樣的配置! - 那戒備系列是兩款迷彩啊,一款是招牌的暗夜迷彩,那還有一款是,這是新的一個叢林迷彩! - 更加的有一種野戰的感覺,不知道你會喜歡哪一個顏色多一些! - 財蛋專家這款包呢,應該也算是虎樸,他們比較早的一個作品了! - 第一代的時候是沒有,真的太早太早了,那我手裡有個第二代的舊款,它長這個樣子的! - 現在看感覺好復古,早期那種感覺,還有點稚嫩啊! - 跟第三代這個設計語言一比較,當然除了尺寸上有增加之外呢,整個設計語言啊,包括製造工藝啊,整個生產線,然後整個輔料的配合,所有的一切都已經進步到今天! - 跟他們其他的一些產品呢,都已經是一個對等的狀態了! - 之前背這款彩蛋2的時候呢,雖然說它是一個挺工具包的造型的,但我其實裝相機什麼的還正好,因為它挺方正的! - 不過第二代由於它是用Coutura面料的關係,真的是太軟了,整個包完全沒有什麼造型了! - 雖然它是想要做成一個立體的方方的造型,而且它有一個設計點,說當時來講,算是一個小巧思! - 就是說,把蓋子打開,那它前面的這一個兩個小分格,如果你們有裝東西的話,它會有重力把它往下墜! - 這樣子一開口,它就正好掉下來,有一個彈出的效果! - 但實際使用過程中,它並沒有那麼明顯的彈出,反而它會把整個包的形狀給往下扯! - 就顯得挺沒精神的! - 你可以看得出來整個包軟軟軟軟的! - 非常工具包的定位,我覺得也不算是有特別大缺陷吧! - 但確實也不能說是一個比較適合每天都背著拿來通勤的一個小包! - 那拿到第三代的這個設計語言呢,跟它們最近一兩年更新的產品來講呢,都統一了它們所有的一個製造工藝,產品標準,以及它們的輔料的運用! - 這是早陣子更新的米格油拆包,同時更新的還有一款陀特包叫基督賽人! - 如果你們有看過的話,可以再去看一下,這兩款包我最近都還有在用,是非常喜歡的一個設計! -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拆彈三反而不像拆彈二的升級,而像是一個縮小版變方正了的米格! - 當然也是因為所有的工藝都統一了的關係! - 我是比較喜歡這一次改造的! - 它把整個包做得更方正之外,全系都採用XPAC面料了! - 就更加硬挺一些,並且顏色也是非常好看的! - 鑰匙黑這個效果是非常好看,非常喜歡! - 背負效果也做了不少的一個調整,像前代就只能掛一個他們默認的棉肩袋! - 那個棉肩袋其實背負感受還OK,挺舒服的,但是它不是很好清潔,不是很好打理! - 現在換成了這種可調節的紙袋之外,你可以直接背,然後你也可以掛電肩,然後你也可以換成HMS系統! - 包括這次HMS系統也有更新! - 我們一點點來看,雖然說這個包呢,它是一個迭代的第三代產品! - 但是我覺得可能他們一代一代這樣做下來,設計越發完善! - 反而能講的設計點越來越少,因為它確實設計到這一代產品上呢,他們所有的設計語言,以及輔料,面料,各種配件的運用,都是區域統一的標準了! - 所有東西就是跟我找了幾期講的那些包款,上面分享的一些參數啊,一些設計細節,都是採用同樣的標準! - 所以說我就不想再重複去講,才會給大家講一下我最近這幾天小小的一個使用感受,有一些改進的點,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,前面的這個V包口,不只是跟前代產專家,跟之前所有的包款都不一樣,他們就是定做了! - 在扣具上! - 覺得還挺好看,沒有那麼悶的感覺! - 然後這個小拉手呢,依然也是上次推出的這個新款的,這個拉手手感特別好! - 當然可以一眼就看出來這個整個包的尺寸呢,是比第二代要大的! - 那麼打開之後可以發現,之前它前倉這個資料包的位置呢,上一代是橫板!兩個橫板的包帶分隔! - 這一次換成了兩個樹板! - 這樣的配置呢,我覺得使用起來更加方便! - 因為我可以在不打開包蓋的情況下,通過側面的雙頭拉鍊,就能快速拿取裡面的物品! - 而且這樣子它顯得整個包更挺拔,整個效果也特別好看! - 然後很細節的是,這個小口袋的兩側都有這個小提手,在拉拉鍊的時候,給你一個比較好的接力點! - 因為這邊所有的拉鍊呢,也是都採用防水壓膠的拉鍊,所以這個壓膠拉鍊呢,它會需要比較大的力氣,才能拉得比較順暢一些! - 這也是壓膠拉鍊的同命吧! - 除了這個快取的設計之外呢,它裡面還做了一面毛面的魔術貼,給你去貼一些EDC! - 比方說一些小提手,你可以快速掛一些鑰匙啊,或者是一些小的小工具! - 可以直接拉開拉鍊就能盲扯出來,然後在裡面固定好也不會亂晃! - 這個包呢,還升級了很多,這是內模塊系統的毛面啊! - 包括它們整個內襯,這幾天我使用的過程中,我越發覺得它不只是一個好用的工具包! - 它更接近是一個,有點像是機能軍事或者說現代化科技化版的白金翰的那種攝影包! - 它的包包裡面,前後層呢,都有填充EVA的緩充電,就不只是填棉了! - 會更好的保護到你的一些精密的數碼設備! - 然後兩側其實也有增厚,並且這一側呢,裡面還有一個裝水壺或裝雨傘的送金口袋! - 然後裡面的所有內襯呢,跟上一次米格那次更新都是一樣的! - 這個格紋的內襯,整個質感非常好! - 並且它顯灰色的,在裡面找東西也比較方便! - 那這個EVA甜棉,除了說給裡面的設備有一定的比較好的保護和緩充之外呢! - 整個包的挺拔度也提升了,因為這個甜棉的效果也是挺好的! - 從各個角度看,它都是比較硬挺的! - 方方的造型,裡面這一次有一個格層它可以最大支持到11吋的iPad! - 那像我自己有台iPad mini 6的,我是可以大橫放進這個格層裡面! - 還有多的空餘,我覺得這個尺寸呢,目前我自己的使用習慣來講是完全夠用的! - 即便你有11吋的iPad,放進去也沒有任何問題! - 然後你還可以再放一個鏡頭,加一台相機,或者是一機一鏡,再加一個小鏡頭都可以! - 或者,如果你有非無人機的話,你可以放你的小型無人機! - 備用電池啊,然後游泳器啊,一些有都沒的配件! - 就是一款比較靈活的小包包! - 因為它裡面的毛面呢,這次設計有增加多一個選項,就是SideGear的那一個緩充格層! - 它是長這樣子的! - 就是相機包裡面常見的那種甜面格層! - 不過它是把它拿出來可以單獨粘貼! - 它有兩面像一個i字型造型的,這樣一個魔術貼,勾面! - 那毛面呢,你就可以貼在包包的任何一個位置! - 比如說你想做三七分,或者四六分,就一邊放相機,一邊放鏡頭,或者一邊放無人機,一邊放空氣等等! - 看自己的需求來去調整裡面的風格! - 如果你不需要緩充格層的話,你也可以造就使用回FUQ它們之前推出的那些內模塊系統! - 比方說是這個拉鏈帶,或者說這種彈力像巾等等! - 當然這些配件支持的第三方呢,主要來源還是SideGear! - 那麼在支持自定義內模塊改造內部分隔的這個情況下,它還做了一個拉鏈按帶! - 給你放一些比較私密的,或者說是比較零碎的物品! - 而且這個拉鏈帶呢,它還是直通到底的! - 就是它的容積還蠻大,我覺得它是挺實用,蠻貼心的! - 由於在上一帶呢,它是有後背貼身的位置做了一個比較私密的拉鏈! - 這樣子你可以有一些單獨的東西,不用放在主艙裡面! - 那麼這一次就沒有做!整個後背是比較乾淨,比較光景! - 跟整個蓋板是融為一體的! - 我覺得這個視覺效果也是很漂亮的! - 看到後面呢,就來講一下它們這次的背負系統! - 首先看一下提手,這次的提手呢,是可以拆卸的! - 而且它做的細了一些,因為整個包包我覺得它重量也不算特別重啊! - 不需要加一個特別大的提手,因為間距比較窄啊! - 所以就沒有做隱藏式的,做了可拆卸式! - 如果你背起來感覺有點頂後背,或者是你覺得不是很用上,把它拆掉就好了! - 還挺自由的! - 那默認狀態下呢,它會是一個這樣的肩帶! - 就是帶一條V-8口,掉點是一個垂直背負的效果! - 一個在頂面,一個在側面,一個在側面! - 或者說按你自己的使用需求,背左邊,背右邊,自己去調整,都沒有問題! - 上面這一些掛點還是蠻多蠻豐富的! - 另外一個比較亮點的設計,就是說它側面增加兩盒Moly! - 兩側都有啊! - 這邊除了可以掛他們這次新推出的17章的這個魔術貼掛環之外呢! - 還可以支持到他們這次更新的新版HMS系統! - 而且這一個肢帶呢,它相比起之前的肢帶來講,沒有那麼硬啦! - 稍微軟一些,你可以在外掛設計章的同時呢,再掛上HMS這個肢帶是支持到的! - 而且掛起來不用像之前那麼費力的,還挺輕鬆的! - 那麼這次新版的HMS系統呢,它這一個Pinch快材扣的形狀,是一個六邊形! - 我覺得看起來會更加有科技感! - 像舊款的這一個呢,就是一個圓形的! - 舊款的掛點就是這種Codura縫合Molys肢帶! - 比較的簡單,或者說比較原始的效果! - 新版的背面是一個附膠,正面是激光切割! - 那整個檔子感就上來了有沒有! - 非常乾淨,非常漂亮,而且激光切割裡面還有一個小小的護膚Logo! - 這一次除了常規一格橫板,兩格橫板之外呢,它還推出了一個兩格樹板的快材的模塊! - 可以支持到你有一些其他的裝載需求! - 當然這個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實際用途,再決定要不要去購買了! - 到底呢,只是一個裝載的示範,給大家看一下效果! - 那麼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的! - 這一次HMS系統的背帶呢,也有一些小的更新! - 首先就是這個Code呢,也採用了他們這一次定做Logo這個版本,還是蠻帥氣的! - 這一次的織帶,稍微比起之前的版本會軟一些! - 包括比起這個包包原生的織帶呢,也會更軟! - 它比較方便你如果需要有裝載兼電的需求,會比較舒服! - 再一個就是這個,多餘織帶的收緊呢,裡面掛了一個魔術貼的掛環! - 你可以多摺疊幾層你的多餘織帶,然後把它纏上去! - 整個包看起來會比較乾淨利索啊! - 不會有多餘的織帶甩來甩去的! - 我還是蠻喜歡這種設計細節的! - 我知道肯定會有朋友看到這個包就問! - 它既然背後有這麼多掛點,是不是我可以把它改成雙肩? - 理論上是可以了,但是我其實不太理解! - 這麼小的一款包,你要把它當雙肩包背,是不是有點像馬戲團的狗熊背書包的感覺? - 視覺上反正我是不太能接受! - 而且它這麼小的尺寸的單肩背,即便我滿窄的情況下,也不會有多痛多壓肩膀! - 我甚至肩墊都不需要裝! - 這一天我使用下來,我覺得直接用這個筷材扣反而更方便,因為冬天衣服多嘛! - 回到家我直接一扯就開了,還不用繞來繞去在頭頂上,所以我能理解你想要改裝雙肩就覺得好玩吧! - 反正我自己是用不上了,我覺得好像不太有必要! - 當然如果你是身材比較嬌小的,或者女性朋友的話,有這樣的需求我完全能理解! - 應該它是可以做到的! - 你有兩個肩帶的話就沒有問題! - 不過我自己就沒有這樣去做了,確實不太適合我! - 我也不知道背負效果會怎麼樣! - 反正我背應該不好看了! - 這大概就是整個包這一次的改進或者說升級,都達到了統一的工藝以及製造標準! - 然後一些設計細節和使用逻辑呢,都是趨同的了! - 所以說我覺得也沒有太多可圈可點需要特別去講解的地方! - 如果你覺得還有什麼疑問我沒有講到的話,歡迎留言給我! - 那再看一下他們這次新推出一些小配件! - 除了新HMS系統,及這一個sidegear的隔層之外,還有一些新版顏色的色氣章! - 我覺得蠻好看的! - 正均選擇很多顏色可以去組合這些小的色氣章! - 都是一格moly的尺寸,挺可愛的! - 一格和兩格的moly底面,這個可以任由你掛! - 有黑色和均綠色兩個顏色! - 隨便掛兩個看的效果,還蠻不錯的! - 黑色的全黑,就這樣子,非常低調! - 也挺好看,我覺得就裝點一下! - 當然如果這個位置你想裝一些,別的小副包也沒有問題! - 需要提醒一下,邏輯上是一樣的! - 實際效果我就沒有去裝! - 就是之前這個米格,我在側面裝了星期五的手雷包! - 因為它是占用兩行moly的! - 我是用bowlx條去裝的,所以可能後背會比較硬一些! - 它這個位置會把包身折疊的部分頂住! - 所以這個包蓋,蓋上去之後會有些扭曲! - 這是你需要注意的! - 如果你特別在意這個包,蓋上去的效果是否完美,是否規整的話呢! - 你要謹慎考慮你的側面裝什麼款式的小副包! - 那麼除了它原生背帶,以及可以裝載HMS系統背帶之外呢! - 它其實還可以支持到這一個! - 兼電配合三點調背負的這樣一配置! - 這也是一個比較高深位背負的效果! - 當然是否用得到,依然是取決於你自己日常的使用習慣,或者是做一個示範! - 各位們相信你看到這裡呢,大概已經對於他們這次推出的這一款《彩蛋專家》第三代呢,有一定的了解了! - 包括這一次新出的一些配件,以及它能支持到的一些擴展,一些新的小玩法! - 那麼如果你還有更多問題呢,歡迎彈幕或者評論留言給我! - 我會再詳細解答你! - 過年嘛,大家也要開心一點,對不對? - 所以我也給大家喝喝彩! - OK,那麼這就是大概這期影片所有內容了! -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對你幫助的話呢,希望你給我一件三連好嗎? -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,一定要點一下訂閱了! - 那我是肉,我們下期購物分享的影片再見! - 謝謝!